被三个黑人壮汉绑架后,防弹少年团才知道学功夫的重要性,将时间到回2014年,安古组合防弹少年团为了筹备新专辑,于是雄心壮志地前往美国洛杉矶学hiphop文化,只是这群小伙子光顾着体验进程感及的新鲜感,却忘了一件事,他们要去的地方还有个别名黑帮rap之乡,于是没过多久,一场毛骨悚然的意外就来了。 那是一个身手不见五指的夜晚,经纪人正带着几个小伙赶往住宿的地方,中途经纪人因为要去当地部门确认签证的事,所以提前一步下了车,让成员们待在原地等一下自己,实际他刚走远就有三个身份不明的黑人壮汉从角落里窜出来,紧接着闯进了车厢打结。 其他人被吓得大气都不敢出,只有田舅国壮着胆子问了句为什么,但壮汉没有给他答案,反而抢过驾驶盘,把车开向一套人烟稀少的小径。 等车停稳后,大家惊恐地发现,这是当地著名的流浪汉大街,但壮汉没有给他们任何逃跑的机会,直接像赶鸭子一样把人赶进了一间房,然后要求他们排排坐摘帽帽脱袜子。 又藏又好笑的是,壮汉还嘲笑起了他们的衣品。 直到成员们都快被吓哭了,摄制组才宣布,这是一个小插曲,真正目的是要带他们学习HIPHOP文化,可即便绑架是假的担待给当事人的心理创伤, 却是真的。 只能说节目组设置游戏环节时,还是要注意尺度。 救命,王俊凯这是看了多少本霸道总裁文? 剩下的八年,你们还想做我大哥的人吗? 很好,建议以后谁跟王俊凯吵架时,就把这个放在他面前来回播放,而得益于出道早,年龄小,凯总的霸道影像遍布全网,他会在小伙伴吵架时,命令他们握手言和。 当有人把他认成美国海归时,他会愤怒拍桌。 如果你不听他的歌,那他可要批评你了。 如果你没听过我唱歌,那么你就out。 但在幼崽版王俊凯自卖自夸的短暂生涯中,总会有个人适时出现给他拆台,这个人就是他的山城竹马王源。 对于他们而言,那既是一个默默无闻的时代,却也是一个自由的时代。 王俊凯说自己唱歌好听,王源敢直言不会的说我比他唱歌更好听。 兜起嘴来还敢直接把生死之话挂在嘴边。 如今粉丝们争论不休的时更帅,他们在多年前就自己讨论过了。 但在某个话题上,两人也会罕见地达成共识。 只是当明丽将他们捧到一个新的高度时,一切都变了。 过去能肆无忌惮开玩笑的名字,现在连题集都会被打断。 但那些刻在骨子里的习惯,又怎么能轻易改掉呢? 难道一不由衷是成长必然要经历的代价吗? 带走裴朱炫天真的不是时间,而是队长的头衔。 这是第一次登上出道舞台的裴朱炫。 穿着一身红白棒球裙,发围染着一节粉色,眼里布满了小女孩的羞涩。 不难看出她每个动作都带着小心翼翼,生怕引起观众的不满。 而随着时间的推移,裴朱炫再上镜时变成了这样。 几十台摄像机同时用闪光灯照她,她已然不动。 专辑不慎掉落,她可以一秒捡起来并保持完美笑容。 即便被投射到大屏之上,她脸上依旧写着云淡风轻。 而同样的故事情节在她录团宗时也出现了。 这是第一次录团宗的裴朱炫,因为不知道要干什么,要走怎么样的流程,要带队友做什么。 所以她显得分外苦恼,生怕自己做错什么。 但之后再到录团宗的环节时,她已经可以熟练地跟PD发短信,以便沟通节目进程。 但与其说让裴朱炫蜕变的是时间,不如说是队长的头衔。 SM家族历代选的队长都要承担起家长的责任,所以裴朱炫即便再害怕,也要站出来顾全大局。 所以她会贴心地给妹妹耶里熨烫校服,会在大家正式上台表演前仔细检查舞台设施。 再有成员屈膝时,她会提前交代,让大家别刻意提起少人的话题。 她何尝不想当一个天真烂漫被呵护的小女生呢,但是现实不允许。